老鼠专偷臭袜子 然后提炼成精华放入奶酪里 再卖给人类 那味道简直不要太酸爽哦 在日常生活中 你的臭袜子是不是也经常东一只西一只找不到 其实它们都是被老鼠拉走做实验了 在一个隐蔽的角落里 一群老鼠正围在一堆袜子面前 忙得热火朝天 它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有的老鼠负责收集各种臭袜子 而有的则负责运输和分工 通过自身异于常人的嗅觉 给袜子进行各种分类 气味大的自然是首选 分来好的袜子会传送到 头脑比较发展的老鼠那里 保证袜子的气味达到要求的标准 每一项都非常的严格 容不得半点马虎 经过对袜子成分的分析和对比 各项指标都过关的 才能输送到下一个环节 接下来就是重中之重的提纯环节 老鼠们把袜子 抬到专门用来提纯袜子的机器上 只需要把袜子两端固定好 启动开关 机器就可以自动进行提取 袜子被拧成一股绳 此刻所有老鼠都屏住了呼吸 所有的劳动成果都在这一刻得到回报 一滴黄金般的精华就这样诞生了 经过各种加工的臭袜子精华 就如同一件奇珍异宝 享受着至高无上的待遇 老鼠使者用最隆重的仪式 把臭袜子精华移送到老鼠品鉴师手中 品鉴师接过精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那味道简直好极了 品鉴师久久沉浸气中无法自拔 再三确定臭袜子精华的种类之后 把它小心翼翼地放进一个容器里 然后送到飞行鼠的背包里 飞行鼠跋山涉水 送到一个奶酪加工厂里 然后把一滴臭袜子精华滴到了奶酪里 原来一直受人追捧的奶酪 是这样制作而成的 看完之后你还对奶酪情有独钟吗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小丽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啦